鲜肉包 鲜肉包呢 它是最典型 也是最基础的 咸馅的包子 那我们要使它的肉馅 非常的滑嫩 非常的肥美 密集呢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肉的肥瘦的比例 最好吃的就是三七 所谓的三就是三分肥肉 七分的瘦肉 大家可以选用 这一般的夹心绞肉 或是这个可以称为 梅花绞肉 这个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肥的部分 三会比较多 你可以用二八 就是两分的肥肉 八分的瘦肉 会稍微没有那么的润口 但是我觉得 就健康来讲 也是很不错的比例 我们搅拌的当中 加上这个所谓的葱姜水 我之前在馅饼的这个馅料 就是肉馅的制成 影片当中有提过 这个部分很重要 这个馅料 尤其包子里面 打入葱姜水 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已经切碎了 我的姜是稍微擦成这个姜泥 然后我泡了一下以后 我待会要把它过滤 当过滤掉的这个水 我们就要渐渐的把它打进去 猪的绞肉 我们是绞大概500公克左右的猪绞肉 所以是500对400 葱姜水汁 我们就稍微的用一个过滤网 就把它这样过滤 你也可以进去稍微捏捏它 所谓捏捏它就是你可以挤压它 这个滤出来的沙沙也可以稍微的 再压捏一下 那基本上这个本原本是丢掉 但是我不会丢掉 葱姜的泥 瀝干了以后 我们就用这个烧滚的油 直接冲入葱姜泥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葱姜油 非常适合当做这个港式 海南鸡饭淋在这个鸡上面的葱姜油 非常香 简单来备个料 猪的梅花绞肉500公克 葱姜水汁400cc 适量的芝麻油 适量的鸡粉 不加也没有关系 适量的白胡椒 大概0.5公克 酱油15公克 鹽5公克 如果怕咸的可以不要加这5公克 砂糖15公克 砂糖也可以用白糖都可以 调制这个肉馅了 那你可以准备一个这个干净的这种厨房用的 专用的手套 等一下比较好拌 你不会手很油 等一下很难清洗 我们就要开始来拌了 那这个葱姜水汁我们等一下慢慢再打入 我们先把主要的这所有的调味料都加进去 不要有这个没有加进去的 我们所有都要拨进去 盐 糖 酱油 我习惯加这样一点点 意思意思就好 你不喜欢加就不要加 胡椒大概0.5公克 我觉得也是自己喜欢的量 芝麻油先别加 我们先把它用手套 我们就把它拌匀 如果你有一个大一点的盆子更好 我们就要把它同一个顺一个方向搅打 就是这样子搅打 我们就同一方向 你看喔 刚刚我们进去的这个葱姜水汁 其实非常快速已经被吸进去了 就再继续打 那我们就入虚 其实花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快速姜水汁了 很快就会吸进去了 刚加进去你会觉得很稀 但是你没打几下你就会发现 马上又吸进去了 你甚至有时候想要丢一下都没有关系喔 刚加进去你会觉得很稀 但是你没打几下你就会发现 哎 马上又吸进去了 你甚至有时候想要丢一下都没有关系喔 我们才要再加下一次的葱姜水 否则我相信喔 朋友在操作的过程中 一定会跟我刚开始一样 这个葱姜水汁这么大量 怎么可以打进去呢 会觉得会打不进去 因为这个馅料最后 我们还要冰到冰箱冷藏 大概一个小时 它就会变得比较好包了喔 这个就是嫩口的来源 否则大家会觉得包子其实很柴 那我们为什么吃到一些名店的包子 我们会觉得这么好吃 其实就是因为它有打 而且它有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金性喔 都打出来 而且也有糊化的效果 这样子肉质会变得非常的好吃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是很多名店都不会把这个配方讲出来 那我们就打到差不多喔 已经觉得好像又糊了喔 这时候我们再把剩下的再继续搅打 你一定会觉得这感觉好多水 但是你不要担心喔 这个肉的金性 还有这个吸收水的程度是很厉害的 关于打入冲姜水汁的这个部分喔 我稍微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 我们准备的是400cc的冲姜水汁 没有错喔 但是我们并没有绝对保证 一定要把它立刻全部都加进去 我们分大概三四次加入 怎么样子你才觉得这个400cc 可以不用全加呢 当你在搅打的过程中 你发现喔 其实已经像这样子的这个糊状 大家可以看到喔 大概是这样子的糊状的 这个馅料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吸的差不多了 我就不会把剩下的这个冲姜水汁 再继续打进去 因为这个跟这个肉的吸水度 还是有关 因为我们买来的肉喔 本身有时候水分会比较高 它不见得能够吸这么满的水 我们就不要硬是把它这个加进去喔 所以大家看看我这个盆子里的状态 那这时候我要准备放到冰箱 一个小时冷藏喔 这个之前我们再加上最后的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的芝麻油 适量的芝麻油喔 这个是为了让它这个润口度再增加一些 然后增添一点芝麻的香味喔 好 那我们这个馅料就完成了喔 这个馅料非常非常的嫩口好吃喔 保证是爆汁的肉馅 绝对不会失望喔 那我就要放到冰箱 让它冷藏一个小时 甚至喔 你现在放冰箱 你要晚上再来操作也没有问题 拿出来 这ort明页 这起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